假設你已經做好了 但是你如果說不透過你的手機 要在不透過那個USB線 傳送到手機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用幾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那個Visual Studio裡面的 發布成為APK檔 那你從APK檔 要不你就寄到你的信箱 要不就是剛剛的同學說 丟到雲端硬碟上也可以 或者做BOX 反正方法都OK 那你要怎麼樣產生那個APK檔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請各位先注意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 蠻不錯就是說 會自己找答案 那個答案就是主要是這個 這個叫 裡面有叫FlowMath 這個類別 因為在1.6跟1.6之後的用法 有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主要是這個地方 你們如果等一下 像剛剛同學有發生問題 FlowMath 如果你發現這邊是紅色字的話 好像是不是前後把它包個刮鬍 而且這個地方刮鬍 記得因為我這邊是全形 其實它有時候會自動變全形 然後把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把它加一個就是半型的刮鬍 前面再加後面 就是分號的前面吧 OK 這樣子刮 應該是這樣子吧 Flow部分 Flow部分把它刮起來 不過這樣很奇怪 這樣的寫法 那問題這樣子就不是 這只是說 那還是用Math這個類別 然後 Double 那所以在1.7版好像結果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是1.8以後的版本 你可以把Flow刮鬍 那Math 是不是 啊 喔 喔 對對對 這個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類別 它是一個什麼 這邊就要變成一個什麼 欸 喔 那這個敘述方法就不一樣了 剛剛是用FlowMath這個類別 那現在是用Math這個類別 可是呢 強制轉型成為Flow 可是問題很奇怪 Math回來的東西 喔 還是 對 強制轉型 OK喔 所以等於是說 也許喔 在那個新的版本裡面喔 它就不支援FlowMath這個類別 可能性比較大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部分的話 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 全部做完了也沒問題 我砍POW看看 你可以什麼 在上面有個Build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要輸出成一個APK檔 Build 這個 OK 第二個 下面有一個 有沒有 Sign Sign是什麼 簽署過的 特別注意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道理很簡單 我剛剛好像有提過吧 如果說你要丟到那個Google Play商店的話 Play商店喔 它一定要Sign Sign的話 就是說你要簽署 就是簽你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跟著一個叫 Stole Key Store 一個Key Store 一個 這叫什麼 Key Store 不知道怎麼翻譯 就是一個Key Store 放在那裡面 然後跟著一起簽署 才知道這個是你的 這有點像智慧財產權 你要簽署一下 表示這個是你做的 OK 那這怎麼做 當然我們現在只需要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要發布 所以你就用第一個 所以這邊有個Build 有沒有 直接按下去 那傳出去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幫你跑出去 可是跑完之後呢 特別注意喔 到底你的APK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其實它還蠻貼心的 Show in Explore 就是在檔案中管裡面啟動 OK喔 我覺得這還蠻方便 按下去 大家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 你寫的程式有錯誤的 一定不成功 它就會L 它就是有錯誤的 就沒有這個東西喔 那把它點擊開來 那你可以怎麼樣 我的習慣是直接怎麼樣 丟到那個 我的 email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這個 un sign這個 沒有簽署的 OK 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檔案 丟到你的email 或者是雲端上面 或者是說 我是建議啦 如果將來我們在參展的話 那你可以 不一定要丟到Google Play商店 你可以把它丟到雲端 然後呢 做一個什麼 一個QR Code出來 那怎麼產生QR Code 其實很簡單嘛 你可以把這個 丟到你的那個 這個檔喔 你可以把它丟到那個 你的 我看 丟到我的雲端好了 假設雲端裡面呢 你的任何一個地方 比如說是一個TEMP 我放在TEMP裡面 然後你把這個APK的這個檔案 直接就丟到這邊來 傳上來嘛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這邊下載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QR Code的話 很簡單 按右鍵 我想雲端硬碟 各位應該都有用過吧 共用 按右鍵共用 共用之後的話呢 開啟連結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 這個檔案的連結 複製一下 再開啟一個新頁 goo.gl 貼上 有沒有 shooten details QR Code 縮短網址 將來你也可以把這個 產生一個QR Code 然後以後人家拍照 就拍一下 也可以連結到那個檔案了嗎 一樣它也可以去下載 安裝 不過呢 會有差別就是說 假如說它的手機裡面 有個位置來源選項 沒有打勾的話 還是不能安裝 不過基本上現在都有提示 就請它那個 把位置來源那個選項有沒有 打勾一下 它就可以安裝了 ok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當然第一個就是 不需要簽署的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要簽署的話 也就是你將來 如果你要上傳到Play商店的話 你可能要用第二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 我也順便講一下 我想你可以做一個準備 回去的話 可以怎麼樣 可以準備那個 一個目標 就是回去先 申請一個帳號 這個是簽署 簽署的話有什麼差別 首先打開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讓你去輸入一些東西 怎麼那麼慢 ok 好 就這個 第一個呢 它會問你說 你的key store的pace 就是你那個key store在哪裡 那理論上當然一定是沒有 沒有的話怎麼辦 請你增加一個create new 那create new的話呢 你的路徑給它一下 反正你要丟一個地方 是你找得到 你不要亂丟 假設我放在一個找得到的地方 比如說這裡好了 Android Studio ok 然後file name的話 我給它一個叫key 底線 photo 假設這樣好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 password 自己打上去 特別注意 你不要打得自己忘記 到時候就沒救了 ok 別名的話呢 我習慣用我自己的那個帳號 帳號的名稱 然後password 一樣 再打一遍 所以要打很多次的密碼 所以打得已經很熟了 ok 那你要幾年 大概標準25年 就是你的智慧財產權 25年 那你要打100年 可不可以 可以沒有問題 但沒有人管你 ok 反正標準就25年 那你的first name 比如說打一下你的名字 還有你的單位 反正類似像這些訊息 把它打一下 這個就建好一個key store 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你建熟了之後的話 就ok 好 然後按一個ok 簽署完畢了 第一步就完成了 要不要remember 我不知道他們在打勾 因為下一次不用 因為你可能不止一次 所以你可能會有很多次的那種發布 因為我經常就是一個app 至少要測試個幾十次吧 不可能說一次就到 一次就完成了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app要放在哪裡 那瀏覽一下 你就一樣 放在一個你記得起來的位置 也許我們就放在這邊好了 ok finish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幫你怎麼樣 再發布 再發布這個喔 特別需要 這個是可以傳到play商店的 ok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用之前那個可不可以 當然是不行啊 你們可以傳傳看 一定把你擋下來 錯誤 為什麼 他會sign 就不行 一定要sign過的才可以 ok 這個地方的話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有申請一個 開發者帳號 第二個 就是這個地方 sign好 第三個 你就可以丟上去 丟上去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很多圖 那你就把那些圖 通通做好 丟丟丟丟丟 然後問你說 你有沒有色情 有沒有暴力 有沒有什麼不好的東西 一定都是 然後打勾打勾打勾 然後現在下一步 下一步 他跟你講說幾個小時之後 你就在play商店看得到了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子 不會太困難啦 只是說 有點瑣碎 但是你如果每一個步驟都掌握到 我覺得慢慢的 你可能一個做上去 有點成就感之後 你可能就做上癮了 ok 那就覺得沒什麼了 這個到底跟我做什麼 像我寫部落格也寫了幾千篇的 像我影片也放了幾萬個了 對不對 我youtube影片真的比較自豪一點 因為youtube影片 傳了好幾萬個影片上去了 我想全世界 像我這麼發行量 這麼高的老師應該很少了 ok 而且我發現 點擊次數最高的 就是當我講廢話的時候 真的 所以我現在還是繼續錄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說 老師你講其他的 為什麼都卡掉了 反而他們喜歡聽這些 奇怪 為什麼我講正經的 反而點擊次數變低了 ok 所以是不是以後來 換一個那個 開講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 ok 所以今天的話 大概明天之後 我的youtube頻道的訂閱人數 就即將突破一萬人 訂閱人數 訂閱人數 也就是訂閱我的頻道的人數 就是我follow我那個頻道的 有一萬 超過一萬個人 觀看次數也大概應該快突破五百萬人次了 所以這個也是可能我下一個里程碑的話 也許就是再上傳多個app吧 也許每個課程我現在就來做一個app吧 不過也是一個目標啦 其實這種就是創作樂趣吧 因為你證明說你是有創作能力的 而不是說你永遠都在使用別人的東西 不過當然這是不容易的事情啦 可是如果說你覺得這件事有趣 你就會持續去做下去 那不論說這個東西是不是能夠獲得多少利益啦 那很多都是其次的 ok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試試看好了 就是剛剛主要的重點就是第一個 發布APK是沒有簽署的 然後你可以一樣放在那個 你的雲端上面產生QR Code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自行再練習看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發布到Play商店的話 一定要經過簽署 如果你簽署完之後 你丟上去那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的練習 可不可以丟到Play商店呢 當然也可以啊 不過你要先產生一個開發人員帳號 25塊美金 信用卡一上就可以了 把卡號key上去 好像在10秒鐘馬上跟你講 你已經通過了 而且馬上付好帳了真的 哇 Google效率太高了 收錢就非常非常的快 他那個就是驗證 應該可能是大公司吧 所以一般信用卡 應該也不會覺得是詐騙或什麼的 所以驗證的速度非常的快 通過之後你馬上就可以上傳你的這個APP 所以大家我是覺得這是一個方向 畢竟就是說 目前有自己的APP的人應該也不算太多 除非說工作上面有這個需求才會去做 那這個感覺上跟20年前 網站剛興起的時候有點類似 就是說會去做網站的人並不多 那可是以前因為PC的時代 大家都會用電腦去做點什麼事情 可是問題電腦沒辦法移動 現在的手機跟平板可以移動 所以如果你還在用網頁 手機跟平板上面看到的字那麼小 又不好用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針對某一些功能 你當然可能會有一個對應的APP 當然越簡單越好 所以我剛剛不是有給各位看那個高速公路路況那個 非常的簡單 其實我每天需要的就是這樣的訊息就好了 其他太多很抱歉我不需要 所以我就把它簡化了 OK 如果你也想 而且你經常在跑高速公路的人 你也可以把它裝起來 而且你也可以幫我測試看看 好如果有錯 有像剛剛同學提的問題 蠻好的 我是確定那個應該 就是塗檔部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還是有發現問題的話 當然歡迎告訴我一下 OK 我也可以把它修正一下 那至於將來修正 比如說你修正過之後 你不能說再重新再賽一個再傳 第二次不行 你要重新再賽過 那重新再賽過 你必須要更改幾個地方 否則他又拒絕你了 因為我有曾經更新 奇怪不行 我試了很多次 後來我發現 改一個小地方就可以了 馬上就OK了 啊 對版本 對 版本改一下就好了 但是要在哪裡改呢 OK OK 好沒關係 之後再講 先賣個關子 之後 也許我們 因為你們還沒到那裡啦 如果你到那裡就知道了 OK 版本部分嗎 記起來應該知道吧 你有更新過嗎 測試好了 沒有 OK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改版 其實要改版 你不能用原來的那個 你要改一下 其實很簡單 在Manifest裡面有沒有 Manifest裡面的版本改一下就好了 對對對 很簡單 OK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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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